回到第三場賽事 第三場賽事 二班1600米 回看這一場 當然焦點就是永遠美麗 永遠美麗 相信都夠分跑那場經典杯 看是否捨難取義 選這場 不過對手不是太容易 一先生剛贏1400 還有一些 加州十大其實1600都跑得不錯 街運財 其實上個禮拜都可以跑一班1400 不知道是否特地等這場 不過這場的計算不太多 因為保羅成傳最近都是賣補粽 帶回來的 美麗在先退出 所以麥道朗和布民 大家都要等到第四場 才看到他們上陣 永遠美麗對大家的焦點所在 看上場怎樣贏 看潘頓那些姿態 她的事裡面那兩隻是魚無物 大家看她一會 到後鏡看哪一邊就知道 其實她每次贏都是這樣 只要她入閘 出閘就是這樣 你去蹲穩 就已經是可以到的了 再加上那條私家衣籃 其實前置馬都是灑手比較好 你看她的腳根本都未熟 那些永遠美麗 都和你跑的質素 有時都出不適合腳 一樣都和你贏 如果以後真的出不適合腳 那怎麼辦呢 回來收姜而贏 當然賽後都已經訪問馬主朋友 都說很期待 這隻永遠美麗 希望為美麗是國士家族 真的跑到打比 甚至贏打比 因為這是他們的夢想 當然你說去到這個階段 一下子上到千八難度又高 再加上兩個星期內 如果你說經典杯 可能優先出賽拳 那時還未得到 所以就沒有 沒有所謂 這些跑千六 去打比正本氣 才和你再增情 不要一下子再增持 兩次那麼高的難度 所以這裏再拿點個分 這次所以不用再做大閘了 兩貨就搞定了 還有就好像以前馬房的 平海復星一樣 1600拿夠分 其實他贏了今場 加多10分 94分 其實他夠分入選打比 是不是主力所在 當然一會兒經典杯跑完才知道 但是都要過了這關 因為今場其實這一組對手 不是差的 都是有些難路虎 其中一隻就是一先生 雖然這一隻馬金桂 跑1400米是厲害一點 但其實他的谷彩 1650米都近過 今場再次見識到 蘇紹輝贏一先生 就一定是有首尾筋的 所以今場對於蘇紹輝來說 可能他自己都有些掙扎 但是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但是你說贏著這場 1400米的杯賽 其實他又是清脆利落 裡面北極光再出贏 線路之聲再出贏 那外面風火戰區都第三 他贏到你們後面都沒有什麼威脅 人馬甲檔是很重要的 蘇紹輝現在知道他是會來閃的 這次七檔都是縮在後面的 還有這次有隻九號永遠美麗在 很多馬的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放鬆來跑 騎士又是 而且要交出他的水準 他之前對過一些四歲的精英 未必是夠你來跑 純粹是靠狀態去克服質素的差距 但是加上人馬甲檔 在這裡已經足以成為其中一隻難老虎 他不是不止不耐閃 立刻轉手 但轉手都耐閃 真是沒辦法 反應太慢 唯獨是那個磅位 上次這裡又見到加成13磅 那個差距 但是上次那場真的是Key Race 你還有一隻包裝智威 其實都是那場出來的 其後亦都是保重贏馬 所以一先生 我都看看那個賠率如何 臨場再看一看 馬是繼續好的 不過再數下去 前領馬是否不是那麼多 你說永遠美麗會走 還是保羅盛傳 都是用自己的跑法去走 這些都是半南門的馬 上次都是…可能斷了一艘纜 回來跑過第六名 但他不是急劇墮退那種 最後一百多次才散 再加上那一條B欄 我自己計算內欄是不好的 裡面很多馬當日就追不到上來 或者帶不到 全部都是外面 後追會比較好 所以他虧了這個形勢 回到來 這次給蔡明少 蔡明少合作又是很好 尤其是人馬又很合 要放鬆一點的薑城 游一點的薑城 跑四次這群馬 兩圈,一個第三,一次落地 這場我計算下去 未必有那麼多快馬走 保羅盛傳雖然分數是浪 但這些又是列入可愛的馬匹 回來有多硬有多少,不知道 不要先看分數,看他的跑法 那是一點失望的 上次潘明分 我覺得可以放快一點 看看蔡明少最近首風那麼順 剛剛那場可以看到 加州十大在中間 衝上來有個第二 外面那就是健康快區 報民贏得挺厲害的 加州十大其實前一個星期也有份出 還縮下去千四 千四對他來說應該嚴短一點吧 沒錯,對他來說嚴短一點 這場步出又不是太快 不過有氣量,他在後面衝上來的勢力很強 這場馬房的正選 就選擇了在線路之星,用到潘頓 都很輕鬆可以贏馬 差一點就可以埋到那條Q 中間卡住了一隻 賺藍,我們知道必勝 但你看回加州十大 如果你說裡面可以賺藍的話 他真的蝕足給你看 我覺得這隻馬起碼千六會好一點 看看這隻 你會不會贏得到那隻永遠美麗 Kathy,你說的,我都認同 那條Q 其實應該馬房都是立心想立起來的 還有看回當然有一點點 馬俄炮這麼說 你中外跌不是很利 是輸給知道必勝一點點 但這次是翻回來千六 又是他最首本的路程 還有可行的地方就是在於 以往這隻馬來德填泰鞍做得行 現在霍宏星都行 做得行,你就繼續跑 所以這一隻都是難路虎之一 永遠美麗行不行 我相信這次都要快點力 這場就是我們精選場次 看看我們選一些秘密 大家都永遠美麗 但想頭一點 我找一隻加州十大做膽 就Q位置Q拖回一先生 和永遠美麗 駁中兩條位置Q 加州十大都有 如你所說,現在不一定填泰鞍 還有這隻馬的難性少了 沒有那麼立落 到了中段,現在跟著馬群走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以往這些馬不騎 它的組斷可能脫節很多 前面走的馬也比較少 所以把保羅盛泉 但膽也要一隻永遠美麗 阿陶剛剛說 保羅盛泉蝕鑽內蘭牆地 同樣蝕的還有一隻進馬快車 我博他追得到 這場是二重彩 用九號做膽 是男拖六七一隊 接下來我們看看第四場賽事 第四場賽事 三T頭關四班千二米 那些四班千二米 好像簡單一點 不過這組的對手也挺強的 初出馬七號的澳遊天下 稍等聽姚本輝怎麼說 這隻三歲仔 這場快馬就不算很明顯 相信二號的街運發 外檔也會搶前 其餘大家都會上手的三四位 看看哪隻可以爭得到的漂亮位 至尊高飛是增情上來 排著九檔 看看賈劍你如何處理 都是典型的貴宗四班千二米賽事 很多側身馬運戰 所以這場很多馬選 我心目中絕對不簡單 這場賽事 就是選完五隻 你還可以多選五隻都可以 但是上次有些馬 是迫劍了、塞了 包括我上次也有跟的滿寬笑 你看完他的直路 應該也笑不出了 值得看看 但是因為 為什麼呢 寬笑是一來都很支持鄭俊偉 鄭俊偉以來就很少 側身馬來得這麼快 呈黃都要搏幾劑才行 但是真的塞了 前面那些快手快腳 一過來 滿寬笑的位置又不夠 甚至乎多多配合 都是塞了一輪 是呀 塞了就整隻抽起了 這裡沒有騎的了 滿寬笑 但是這隻馬 因為在報民一落地 不久 例如來香港不久 報民已經擺了很多心機 在這隻滿寬笑 那些閘全部他自己包辦 甚至乎之前第二課 拍金剛石落草地 一樣都是他自己操的 上次無疑 我覺得賽前的功夫 也不算真的很十足 就是這個狀態 因為很多課 他出閘不久都要逼 省下隻馬有些懶 但是上次有些驚喜感 失緣你究竟追多少 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隻有賠率分頭 是值得博的滿寬笑碼 是呀 我上次初出選他 已經指出了 這隻三歲仔是很肯在馬林中間衝 你騎下去他會給你一步反應 所以這次報民繼續跑回 不堵塞 我覺得是很大威脅 另外一隻 選完報民首封黃 一傘假結尾都要看 自尊高飛 上場贏完 功夫繼續做 跳身都是拍隔離 色總笑可以看 最後面藍眼罩 藍衫那隻是新力高升 不過新力高升集內凡 大家這課集就當看看 還有當年情 看看自尊高飛 他轉腳還有些不太暢順 但是你看回裡面 色總笑要騎 身力高升要騎 當年情騎 看看波見市 站高半個身 一路稱住 過終點之後 自己整隻錶上去是過了 如是最好是他的 這次上來千二 大家會想上場一千 天下第一高手 到最後那一步 但是一千我已經說了 初出已經說這隻馬 日後是跑千四千六 你看回血統你就知道了 加州星球那些 初初一千當然是嚴短 他純粹用質素跟你跑一千 上千二怕不怕 一早去千二谷草 已經試了千二 氣量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當時轉彎不好 這次是成熟到位了 跑回一個更加合適他的路程 是唯一一樣挑剔 就是過一百三十五磅 但是他是四歲馬 應該成熟程度 是比其他馬來得好一點 是要騎工省起他 所以沒有報民 沒有天下第一高手 找個硬正的假結尾 一樣可以 賠率的分頭 未必換到給你的 但是這個馬房 寧願換不到給你 但是這隻馬是在狀態 我決定繼續跟 這隻四歲馬 還沒看完 另外一隻 差不多看完的四歲馬 就是勇敢夢想 上季看到這隻馬 不斷在後面追上來 交過追勢非常之強 不過他就不太幸運 他可以經常遇到強手 自己跑下來 有被動一點 所以其實他跑了幾個第二、第三 都加了五分 就是一場頭馬的分數 我們看看這一場 跟萬事嶺一起跑 但是他真的很準確 經常你除了那場心律不正 不在這裡之外 其餘長長都可以接近 之前心律不正之後 就復出 這間區也沒問題 你看看他長長最短甚麼對手 天竺貓那場是離放 戴千眼界那些 如果你不傷 可能還有幾十分在手 再加上旺旺神區 雖然剛剛上山班 慢了閘姐 但一樣都肯追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 其實他不斷有些進步 這隻四歲馬 是一檔潘頓 希望這條A加三蘭 不要令他失落 而且他現在有一件事好 不用說留到很後 用了夢想 其實貴宗試過 蘇少輝誇下 一樣可以咬到五、六位 希望一檔他能做到這件事 即是如果大彩辭膽 可能都會拿著他的 比較四平八穩一點 因為始終他的肯定好一點 即是經常上到名 但跟Kitty說 你其實不覺不覺 那些批 你都加了分上來 他的榜都差不多了 是否贏呢 就自己再想一想 但是跟阿濤說 我都認同 大彩辭找他做膽 四平八正只是他 而今場錯事 剛才說了 很多側身馬在陣 其中一隻 我也等了他很久 澳遊天下 聽念馬斯說你的側身馬 底蘊如何 從頭到尾都很喜歡這個馬 由我買的那一刻 已經覺得他很懂得跑的馬 短至中距離的馬 一般學習都快些 而且他這個總站 現在在澳洲都很受歡迎 富系、武系都有跟著他 這次初出排了五檔 檔位上是否合適他的跑法 初出馬如果有當位幫到手 就更加好一點 不用做那麼多額的功夫 他都是守好位的 守好位看他直路衝成怎樣 都不會跑得差的 會跑得好 最重要是自己念馬師 尤本輝說那句 不會跑得差的 這隻馬是念馬師 自己親自買的 現在要買不適代價 這個富系 都真的要不問 賣價才行的 都開始 看回由十月尾開始跳 做了幾課大集 真的在香港才真正做功夫做 真的從不好試到好 這一課你見他 這裡還要擺正堂太要點時間 他不是說很成熟的 畢竟都是三歲 但末段在馬林中間搖下去 他就很肯衝 裡面黃衫衝上來的那隻 就是之前已經贏了的馬主洪峰 但你看他出頭之後 他可以持續貫注下去 認格是一隻相當討好的馬 由初初落地第一課集 我已經開始自己看著他 但一看我體重 他還是小一點 一千零六十幾磅 但你說型格各樣是很漂亮的 這次五檔是希望他跑得好 不過這一組對手也不容易 三甲一席就可以想一想 但這一組也有很多馬可以選擇 上次一來爆 挺驚人的冷門 這隻四喜鳥 要是市集不起眼 這些馬所以成為冷門 但上次贏完就加配備 麥道朗建議的 我會說 革命困 有時有些驟忌的 贏完馬加配備 這件事往時都會打個問號很多 但看這些褐雜 他又算挺穩定的 可以很放鬆 擺在前些位置走 回來也由有餘敬 一放而回 麥道朗建議 麥道朗又來跑 又抽到只有十二檔 懂得贏的馬 三歲一百三十二百 做膽就不是了 但有能力出職性的 泥超星馬房馬 就再留意一下 因為這個馬房之前也試過 超威力一出 贏了只有第二次都可以 每個星期 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四班千二 等麥道朗才回來 可惜檔位不太遷就 看看會否好像試乘地擺在前一點 看看這場我們選甚麼馬 這場的範圍也挺闊 向四連環埋下手 胡村不握膽 至尊高飛用感夢想四起了 滿歡笑 和剛才初出提過的外遊天下 如果搏贏 就可以試一下滿歡笑 他要有一點賠得分頭的馬 上隻失去了 沒辦法,整隻抽起了 但其實福火完全正正常常 報民都是繼續抱著 有一匹都是可能是邊線攬滿 那隻萬事靚 雖然排著外檔 上一次他很遲才找到位 慢慢抄出來,我看胸 但這隻馬是有些臨落、有些重身 其實逐步逐步都塗不上來 這隻馬我覺得可以觀望一下 這組的側身馬不用忽視 第三、第四場就是第二口 Marty準備了深水給大家 第三場用九號做膽拖 三號、五號、六號、七號 第四場用三號做膽拖 一號、四號、五號、六號和七號 3T頭關看完 待會回來看看癡君和美君 早安 臨敏 本集中 部分